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用什么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几天了 大概两到三天 根据我多年的判案经验 这个人应该是自杀 自杀 的可能性应该可以排除 队长 哎呀 活跃活跃气氛吧 各位继续勘察 继续勘察 队长 您在干嘛呢 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那找到什么重要线索了吧 这个垃圾桶可能有线索 再回去好好分析一下 拿着 死者 死者名叫赵炳辰 男 三十二岁 是一家网络直播公司的老板 靠直播视频赚了不少钱 但是这个人他有个很大的爱好 就是喜欢搞聚会 而且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嗯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仇杀呢 死因是什么 死因比较复杂 有可能是被钻器砸死 也有可能是垫死 而且还有食物中毒的征兆 他的肚子被整齐地牵开并且缝合 里面的肠胃都被拿走了 这也有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 所以具体的原因法医还在调查当中 这死得够绝的啊 这肯定是骗得人家倾家荡产了 杀了别人老妈 还给别人戴着礼貌 让你大胆猜想 小心求证 没让你胡猜乱想 对了 队长 你让我调查了那个厨房垃圾桶 我发现里面除了有他们聚餐 留下来的残杂物之外 还有一堆呕吐物 里面有蛋糕 肉夹馍啊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是重点 这有可能是被害人 哎呀 你不要钻牛角尖嘛 这个肉夹馍它不是重点 这个重点是 这个重点是 那重点是什么 什么 什么 重点是聚会嘛 对不对 死者那么喜欢搞派对 那么生前 那个时间肯定再跟人聚会 对不对 死者的生活习惯 是有垃圾就给扔了 这次他第二天都没有扔 这一定是在扔之前就被害了 我们要做的是查出他跟谁聚会 那么凶手可能就在其中 嗯 你呀 总算是说句人话了 我们事务所一定要把真相调查出来 大家行动吧 是 是 谢谢 东旭 这个案子由你跟向南负责 你呀 这次一定邓倩来好好干 总队 我一定不会让你跟领导失望的 相信 胸脯拍这么响 小心骨折了 我孩子叫云小荣 我宝贝儿子失踪已经四五天了 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我一直让他走个正经工作 可是他不听啊 我眼皮直跳啊 好了 不能让你们光干活不吃饭 今天中午啊 有你最喜欢吃的肉夹馍 队长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吃这个了 我觉得这个大妈 可能有什么事我去看看就 来吧吃 可以吃的 队长 一会吃完了可别在车里放屁啊 谁不放屁这是 你们家BB就不放屁啊 别侮辱我心中女士 嗯嗯嗯 你们家BB放屁都是香的 队长 我说你一边吃东西一边聊这个 你不觉得恶心吗 我没觉得 还是比这更恶心呢 嗯 你听说过死人也放屁吗 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 那伙儿啊 大概就像你那么大 第一次见尸体 师傅和其他同事都出去了 让我原地守着 我当时本来就紧张 紧接着我听到一连串的屁声 吓得我撒腿就跑 都差点尿裤子了 因为这个 他们嘲笑了我三年 还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什么 屁肩 哈哈哈哈 队长 嗯 你说那个 赵秉晨他尸体为什么不放屁呢 傻呀 菊花都给抓可还怎么放屁 也是啊 但是凶手为什么就要把菊花 怎么了 怎么了 有情况 什么情况 停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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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得也怂呀 有多屁他就名号给你了啊 你太恶心了 好 好 好 你是武艺吗 啊 对 我是 你们是 认识赵秉晨吗 秉晨哥 我认识啊 昨天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什么 就死了 到底是哪个人 我把你害死了秉晨哥 我非你不好走 跑 你先冷静一下 现在是我们在调查你 不是你在审讯我吧 对不起 说说你跟赵秉晨是怎么认识的 关系如何 我跟秉晨哥 认识大约两年半 之前 他来我们健身房健身 找我做他的私教 后来 因为工作的关系 秉晨哥很少来健身 但是每个星期天下午三点 他会来锻炼两个小时 私底下我俩关系很好 他经常找我去泡吧 还有聚餐 我看了死者的手机记录 最后是跟你联系的 时间大概是二号晚上一点半 也就是三天前 有印象吗 有印象 他和我打过电话 他不是这么晚联系你 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聚餐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五一 出去之后给他俩打辆车 来跟我走吧 我负责把所有的女孩子送上车之后 打车回了家 到家之后 秉晨哥突然来了电话 我和他报了平安 聚餐 那说说聚餐吧 都谁啊 干了什么 聚餐那天 没什么特别的样子 那天我们约的十七点 我差不多准时到的 那时候 陈总和颜姐已经在了 说姓名 是不是陈老学和宋颜 对 是他俩 然后是毛三德 最后是Vicky Vicky 谁啊 就那个大兄妹啊 我真的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应该是董菊花 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接着 董菊花 差不多人到齐了之后 我们就开饭了 吃完喝完差不多已经十点钟了 然后秉晨哥提议我们玩个游戏 最后是喝酒扯淡 差不多一点我们就都散了 说中文 玩游戏啊 什么游戏 你们四男两女 男的是不是 队长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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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 我们先是玩扑克 我排技比较差 还是那个陈总玩得好 说重点 你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或者说 谁跟赵秉晨的关系不同寻常 不同寻常 好像 没什么不同寻常啊 哦 对了 那个Vicky 不 董菊花 她好像特别反感宋妍 据说这个董菊花 非常想拿下秉晨哥 而宋妍又是秉晨哥的 情傻 情傻 这个赵秉晨啊 肯定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徘徊 有一个女人吃醋了 就把她给毒杀 然后你给她咔嚓 真的吗 一定是这样 凶手肯定是那个董菊花 董小姐 就别哭了 秉晨哥你死得好惨啊 你知道我和秉晨哥的故事吗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如果你真的伤心的话 就协助我们调查 找到害死赵秉晨的真凶 嗯 好 真凶 你那天为什么会迟到 那天我有工作 我拍完收工之后已经六点多了 我拎着箱子 在路边打了半天的车 冻死我了 后来我就招了专车 送我的是一个小帅哥 等到了秉晨哥家的时候 已经快要八点了 八点 为什么会要那么长时间 从你收工的摄影棚 到赵秉晨家也就十公里的路 应该半个小时就够了 路上很堵得好吗 周五多晚高峰 你没碰到过吗 小帅哥送你到赵秉晨家之后呢 之后我就上去了呀 等我到的时候 人都齐了 我就自烦了一杯 然后我们就开始吃饭了 说到吃饭 秉晨哥的手艺 真是一绝 长得帅 又有钱 还会做饭 这样的好男人怎么就死了呢 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嫁给他 好男人真的是快死绝了 好男人怎么会死绝呢 董小姐 你要多留意留意身边 多观察观察身边 接着说 吃完饭之后 我们就开始玩扑克 还有玩游戏 玩完那个游戏之后 别人提出想要先回家 大家就趁机都散了 陈总应该是交了代价 送那个神神道干的人走了 我嘛 我就叫了专车自己回家了 你说的是不是 陈尔学和毛三德 那宋元呢 那个死女人 临走的时候 还拉着秉晨哥 默默唧唧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都跟秉晨哥说过了 好马就不要吃你回头草 是谁提议回家的 宋元啊 那个女人 装什么装啊 她说自己喝多了 有点头晕 想早点回家休息了 你知道赵秉晨是怎么死的吗 赵秉晨是怎么死的 二号晚上也就是三天前 你做了些什么 交代一下 对 这是 报应 啊 报应 你 你把话说清楚 报应 说什么大事 是啥游戏 你说什么呢 我 他怎么啦 这怎么办啊 送她去医院 我 你撑住脸了 你 行啊 我是赵秉晨 我睡觉不喜欢窗帘透光 我床头会摆一杯蒸馏水 我西装左侧领子的花孔喜欢插一支玫瑰 我虚后喜欢用骨龙水 我不是左脸子 但鞋子左脚喜欢用力 磨损得比右脚严重 我是凶手 我认识赵秉晨 我可以很轻松地接近他 杀了他 我跟他不熟 我跟他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用某种凶器 但是伤口 我并没有跟他正面交锋 我趁他睡着的时候 直接把他闷死 内长 他烟买来了 你怎么了 嚷什么呀 思路都被你打断了 射真度 队长 我调查过了 五一在案发后的三天 都在健身房里面上班 没有任何立场 我也核实了他打车回去的时间 我也保安说他回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出来跑步 董菊花没有回家吧 队长已经神了 董小姐来的时候和去的时候 是同一辆专车 那个专车司机呢 是个年轻的小开 董菊花跟他去了夜店之后 就没回家了 胖子还没回来呢 对 他在案发的第二天就出国出差了 我查了一下 他也后天才回来 他的签证是一个月之前办的 应该不是临时跑掉的 不过 我查到他的公司有点猫腻 现在哪个公司没有猫腻啊 对了 那个神棍怎么样了 那小子 整天不知道修些什么歪门邪道的 吃了一堆自己练的仙丹 结果医生说他重金属中毒啊 死了吗 没没没没 结果他底子太薄了 刀刀划是本案的关键啊 嗯 要是行吗 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 嗯 别找 嗯 你也吃点 嗯 我们就是会合你和宋元 队长 你没包皮 宋元按发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查过他的小区监控录像了 发现他当天晚上2点07分到了家 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半出的门 嗯 他应该是一上午都在家睡两觉吧 我觉得不像是他 你一看见他睡觉了 让你大胆假设 但要小心求证 没让你胡猜乱想 哦 哦 我也觉得不是他 你坐这儿吧 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啊 你还单身吗 对着 呃 你的工作主要负责什么 我负责办理签证 听说你跟赵秉承交往过 嗯 是 那个都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了 再一起五年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分手了 为什么要分手呢 这个跟案件有关系吗 呃 也许有也许没有 你先说 我自己会判断 嗯 我提的分手 因为当时他条件不好 太穷了 我父母逼着我结婚 所以 就把我介绍给了别人 这么说你结婚了啊 已经离婚了 两个不相爱的人在一起 结婚是走不长的 嗯 哦 然后赵秉承又追求你了 是我联系的他 其实我没有想着我们能不能和好 只是想说有时间的话 两个人可以聊聊天吃吃饭 我就心满意足了 嗯 那天你几点去了 那天我在办公室 下了班就直接过去了 大概是五点半 五点半 你第一个到的 嗯 是 他跟我说家里的冰柜坏了 让我去买一些新鲜的食材 你还记得都做了什么菜吗 那天吃的是涮羊肉 还有一些小菜都是现成的 宋小姐 这个人认识吗 认识 是 他是搞金融的 赵秉承公司的风头啊 还有融资方面的事情 都是他来打理的 赵秉承跟他感情很好 他有局必来 那天我买完菜的时候 他们俩已经在一块了 好 你们在聊什么呢 我先去厨房 你去吧 只是 我觉得他们俩怪怪的 好像是吵过架一样 你看出他们吵架了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我也不清楚 但他平时跟老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聊一些金融啊 投资方面的事情 聊嗨了就会一杯接一杯地喝 那个毛三德你了解吗 这个人自称是懂风水八字 在赵秉承的公司摆过风水阵 说如果这样的话 公司就能蒸蒸日上 是称儿学介绍认识的 但是这个人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每次看女孩子都是色迷你的 阴阳怪气的 聚会结束之后 董菊花说你是最后跟赵秉承说话的 你们都说了什么 董菊花 那个Vicky 这个女人 听得还真紧 她说 留下来陪我吧 想让我留下来陪她 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生日 生日 对 那是个生日派对 为什么其他人不知道 是吗 可能是 觉得要低调 低调 回到刚才的问题 你有没有留下来 我没有留下来 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复合 我觉得 也许是因为一时寂寞呢 总之我不想就这样不清不楚的 女人真复杂 你离开的时候 赵秉承喝大了吗 那天大家喝的都很多 因为玩了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射杀游戏 射杀游戏 哦 房间里面还有个冷藏柜 玩玩那个游戏之后 包庆夫政 好像是吵个架一点 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去看过了 看过了 冷藏柜运行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 队长 你说宋妍为什么要说谎呢 不是宋妍说谎 这是赵秉承说谎 来 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来 你那是心理作用吧 应该是上次看了尸体之后 留下的阴影 多嘴 队长 你说 垃圾桶的蛋糕偶突兀 是不是就是没有拿出来的 是什么蛋糕 什么蛋糕 赵秉承加的垃圾桶底部 有黄桃奶油蛋糕的成分 然后在上面就是他们的聚餐 留下来的残渣物 最上面 是你的肉夹末 你真是太可爱了 这太恶心了 这也要有阴影了 明天我要见她母个人 我要跟她们玩个游戏 什么游戏啊 射杀游戏 射杀游戏 今天请各位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请各位玩个游戏 我们是你叫来配合工作的 不是来陪你玩游戏的 陈总你别着急 游戏结束了你想知道的自然会知道 这个好玩什么呀 射杀游戏 射杀游戏 她的意思是 让大家各自把那天发生的事情经过都说一遍 宋小姐很聪明啊 请各位毫无保留地把当天每个细节 都给回忆一下 如果有人说错了 其他人及时纠正 好我愿意配合 好 那就从为什么玩这个游戏 她去说去吧 吴一你先说 那天我们约好了去秉承各家聚餐 这位呢是我好兄弟吴一 也是我的健身教练 如果你没有健身的问题可以自信他 好好好 大家可以来我健身房 我免费帮你们咨询 包在我身上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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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狂吧你 别卖关子了 快说游戏规则 如果 让你们杀了我 就在我的家里 一对一 你们会用什么方法 神经病 这算什么游戏啊 杀你干嘛 我还没说完 就是每一个人的设想 不能有漏洞 有漏洞被别人揪出来 就要罚酒 你用打不满 这有点意思啊 那就开始吧 五一 你第一个 五 我 好吧 我想想 首先呢 我得先了解丙承哥的行踪 赵哥一班六点钟下班 那六点半可以到家吧 等等啊 我下班时间可没准啊 而且我最近经常加班 有漏洞啊 喝酒 喝酒 喝啊 行了行了 我喝了 你们听我继续 继续继续 丙承哥每周日下午三点 会来健身房健身 我只要在器材上动动手脚 该可以我装成 是吗 犯规 刚才秉承哥还说了 得在他家里 你跑题了 喝酒 快喝酒 不管了不管了 那我就直接吵了 我就在等 丙承哥借完身回家的时候 尾随他来到他家 我从侧门进去 那里没有保安 目击证人应该很少 反正那是个老小区 因为我们有摄像头 对吧 对 到了丙承哥家门口 我就敲门进去 喂 我就这么进去 我就这么进去 勒住他的脖子 我 喂 干 干什么你 你疯了你 兄姐 你 我弄死你 这一下总可以了吧 直接了当 哎呀你太粗暴了 太学心了 没有一点技术还点 换做是我和他打呀 可能撑不过十秒多 好吧 勉强过关 不过可不可以不要打我的脸 我可是靠脸吃饭的 那就下一个吧 董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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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乱叫 人家早就已经改名了 我叫董威琪 Vicky 可你户口本没有改啊 你还是叫董菊花 关你屁事 叫你多嘴 我现在正在走流程 刘晨你懂不懂啊 你说什么 你还懂威气 我还懂相气呢 行了行了行了 Vicky小姐 麻烦你说一下 你的射杀方案可以吗 我 那就下一个吧 跟Vicky说的 秉承哥 我哪舍得杀你啊 游戏而已 还说亏说 人家想不到吗 想不到就弃拳 想不到就弃拳 这酒啊 干掉 谁说我要弃拳了 我刚刚想到了 等等等等 这什么情况啊 这前戏还没开始呢 一上来就这么激烈啊 你怎么比芸人怎么这么熟啊 你别插嘴 要什么前戏啊 我来找秉承哥 需要什么理由吗 不行 不行 你继续 我来找秉承哥 秉承哥 你呀 就是工作太忙了 这紧缀呢 特别强的 还有这尖州 如果 老师府的办公桌前打字 时间长了 会得尖州人的 还有 这妖狐 这妖狐 美女 你说了这些问题 其实秉承哥都美了 她来我这儿健身之后 我每次都会给她做肌肉放松 和冷带拉伸 什么 嗯 你 给她做 对啊 就你这个身材 嗯 压在秉承哥身上 你不会是给 你是这个 你 毫无理由的上门 给一个不需要按摩的人按摩 这好像不是杀人计划吧 怎么不是 我就是想让秉承哥纵欲过渡 死在我的石楼裙下 BK 罚酒 你这个设想太抽象了 如果我要配合你 那就是自杀不是他杀 喝酒喝呗 要是喝多了 你可以修留我呀 那就要看你的设想 够不够有创意了 你别着急呀 精彩的 在后面 你 你 你不会试想 用香菱瓶子把它砸死吧 砸死我已经用过了 用 用哑铃 你这个也太重复了 叫你多嘴 我肯定不会跟你一样的 漂亮的女人果然致命啊 她先让对方放松警惕 然后又冰 做成利己 杀人于无形 最后 连凶器都找不到了 那还有你说 像我这样 挤美貌和智慧于一生的女子 完全就可以当特工了好吗 这问题就出在这冰刀上了 要这个冰刀 特别的薄 还没插入后心 她也已经碎在手上了 要结实 她必须有厚度 不但要有厚度的 她还有锋利的烟 这么趁手的凶器 哪里来的 就算照片人家是龙宫 有香槟 有冰桶 这哪来的冰刀呢 这个还真没有 VK 罚球 认输吧 等一下 我还没出绝招呢 秉承哥 刚才的按摩 为什么 是放松一下 真正舒服的 在后面 来 我们先喝杯香槟 嗯 董小姐 你懂得可真多啊 这香槟力的瞬间气压 能够把瓶塞给顶开 当然也能把内脏给撑爆 这种死法会引起内出血 会死得很痛苦的 都是他们逼我的 本小姐当年可是读户校的 有什么没见过的 陈总 该你了 我是不会用这么低至少的方法去杀人的 最高明的杀人方法莫过于 意外死亡 意外死亡 董春 快说说 好 我的作案时间应该是在晚饭的时候 赵北生在厨房做饭 爷爷去做下手 我有足够的时间 在屋子里布下机关 首先 我会特意在客厅里不小心打碎一个玻璃杯 我趁机捡起一些玻璃渣 怎么了 杯子打坏了 没事 没事 我来扫 爷爷就会过来收拾 我来 我来 当爷爷去厨房的时候 我去到卧室 把玻璃渣放在赵秉承的床上 然后 我再去到卧室间 把浴缸编的肥皂拖弄松 涂一些沐浴露在地上 把吹风机电线尾部撕开 然后 入出电线 最后 我把消毒液和杰测灵一起倒入马桶 慢慢的盖上盖子 结束了 五分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我怎么 都听不懂啊 对啊 陈总 你快解释一下 就是啊 我也在想我接下来是 他怎么就死的呢 接下来我给他解释一下 赵秉承喜欢裸睡 而且睡得特别沉 当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身上有伤口 而且还有个血迹 于是他会先去洗个澡 在用香皂的时候 由于香皂脱松了 所以香皂会跳在地上 他就会走往脚的去挤 身上有伤口 动作不协调 外甲脚底沐浴露滑 赵秉承会有很高的机率摔倒 如果这个时候的头 磕在了水龙头或者浴缸上 会有一定的致死可能 太扯了吧 摔 摔一跤能摔死啊 减肥皂引起的血案 你们听陈总把话说完 如果一跤摔不死的话 但是赵秉承还会用吹风机吹头发 这个小区时间很久了 不排除一些泄物浩滑的问题 他使用了吹风机委屠石头片 所以被垫死的可能性会很大 不会被摔死也会被垫死了 如果两种可能性同时发生 那死亡的几率就更大了 还没完呢 运气就是一种概率的问题 如果你准备了多种可能性 那么这种概率会层层叠加 消毒水里面的次氯酸 和结層里面的盐酸混在一起 会产生一种氯气 当赵秉承打开马桶的时候 就会被大量的氯气熏晕 致死的可能性很大 那这是我在报上看的 高明啊 一下子就给我设计了三种死法 而且还混在了一起 看来我是屁死无疑喽 这只是一种设想 只要你在睡前打扫一下桌 或者你睡前去洗澡 没有用肥皂 也没有用电水风 你上厕所前先冲一下水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实现 很多人都生活在这种危险的房间里 而不自知 都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厉害了我的哥 不管最后成没成 比我用那砸死的手的高明多了 其实我这次射杀也不算成功 这一杯我喝了 陶缠 你够意思 不是我太讲究 是我不舍得你死 我俩是拍档 我俩还要一起赚钱呢 来 一起喝一个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摩大师 你了 我 我 我当 当时 当时说什么忘了 你当时说的可是会声会色的 吓死我了 就是 你不想说 我帮你说 马赞德 我只要你把当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很难吗 我怎么可以 说怎么杀生的事呢 大师 只是随便聊聊 你不要那么当真嘛 道长 道长你法术高明 就随便说一什么 我们不让你喝酒 是啊 你就随便说说 让我们都开开眼界 我乃悬门正宗 这斜摸歪道的方法 不屑练习 但是 我也略知一二 这比如说 无鬼是魂大法 就可以在千里之外 取人性 这首先嘛 要从被施法者身上 取两样物品 这一 是脖颈后面的毛发 这再有嘛 就是贴身的衣物 当然 我早已知道 赵炳成的生辰八字了 好 这样子 不屑细魂大法 被施法者 要经历五行之毒 受火行 浑身发烫 内外接燃 受水行 犹如至神冰窖 冰冷难难 瘦土形 犹如被埋在土中 难以呼吸 瘦金形 浑身犹如刀割剧头 受木性皮肤发胀 一块块割落 这时会有无鬼示火 让被施法者的魂魄 不是进入阴间受罪 而是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精彩 说太精彩了 我是不是之前跟你们讲过 没有 正是第一次所以才听得这么震撼 太恐怖了 我最怕这些鬼牙神啊的了 我最怕这些鬼牙神啊的了 某大师啊 你这招够歹毒的呀 这都杀了人了 还不让人超生 我的天哪 我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师 我我这学 学一不经就混口饭 谁他拉我一起 你别招不成的钱 马上 你 你瞎瞎瞎瞎说什么呀 啊 你上台交代事情的 你疯狂怎么能乱咬人呢 就是他杀的 这就是他杀的 根 根本不是我 我我只是所有照照片生 把钱偷给他 拿点提神 他 他死人的事情 杀人的事情 干嘛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程耳轩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 这是我跟赵秉承的事 再说了 我帮他赚钱我还杀他 闭嘴 这是重点吗 我告诉你 你忽悠赵秉承非法投资的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审理结束之后 自然会有人找你 等等啊 宋小姐 该你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就随便应付了几句 你可不能应付我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你得说清楚了 我的设想是 就差你一个啊 你说完了就功德圆满啊 不说 有什么好说的 哪有人说了 你自己找死的 你看你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怎么还生气呢 正好 趁着你这份怒气 来杀我呀 神经病 其实杀死赵秉承很容易 用桃子 桃子 淹死吗 砸死吗 毒死 你们没有发现 赵秉承从来不吃桃子吗 家里也没有桃子 因为他对桃子过敏 如果使用了一定的量之后 就会浑身抽搐 呼吸困难 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 就会死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这种 过敏体质 不是 那你怎么让他吃这个桃子呢 他这么怕桃子 这个很简单 我只要找一个注射器 里面掺入一些桃汁带过来 在他吃的东西里 加一点进去 然后把注射器扔掉 就神不知鬼不觉 那你不要吃这个桃子 我喜欢吃生菜 我喜欢吃生菜 哦 这里有生菜 那 嗯 谢谢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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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拿拿拿拿拿就没事 拿拿拿就没事 当他犯病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你喝怎么了 妹妹 情急之下 也许还能再让他喝两滴 掺了桃汁的水 喝点东西缓一缓吧 哥哥 你看 喝点水 喝点水 没事吧 别着急 好点吧 好点吧 好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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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电话 打电话 他 就死定了 好点 好了 最完美的牟伤 就算警察找上门来 也查不到你的头上吧 果然 最危险的人就是最亲近的人 好了 这杯我喝了 好 好了 我觉得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 好好的一个聚会 成什么样子 秉承哥 要不今天就先散了吧 这么晚了已经 走吧 那秉承哥 我走了啊 我错了 哎 哎 哎 今天就结束吧 我找个我找个盖架 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你这车我走了啊 你把他俩送上车啊 好 没问题 送上车之后给我打个电话 你们都说完了 该我说了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 四月二号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 他的死亡方式混杂了五种致命伤害 也就是说 你们分别杀了他 不不不不 我开玩笑的 就是有人杀害他之后 仿造了其他的方法 也就是说 凶手知道 你们当晚要说什么 你们的射杀方式是什么 这侧面的反映了 凶手 是玩游戏的其中一个人 好吧 董局会 不不不 Vicky小姐 你呢 首先可以排除嫌疑 因为那天晚上呢 你跟那个小帅哥司机 去了承熙的夜店 一直嗨到很晚 然后去了四条街以外的 一个酒店 具体干了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直到中午你才退房 人家现在是我男朋友好吗 有正经工作的 我请你不要跟着我的隐私 可以吗 好 好 好 董小姐 你可以走了 什么啊 我才不要走呢 我得留下来听完啊 我要知道凶手是谁 夏岚 把他带走 好 一会儿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帮我出来吧 董小姐 顺便告诉你 想撑抱肚子 香槟是不行的 要用气蹦 好了 真正的死因我还不想说 但绝对不是被顿器砸死的 那只是障眼法 吴义啊 你无论是过失杀人 还是仇杀 都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 所以你可以走了 谢谢你的配合 哦 对了 有空 我进人房 还好 练你 谢谢 谢谢 我知道了 快走 池东旭这小子 在搞什么名堂 你们俩勾结在一起 真是把赵明晨往死里争啊 我没有 我没有 不是 我不知道您说什么意思 你们成兄道弟的 骗他挪用公款 去做什么狗屁投资 做亏了之后钱就跑到自己口袋 然后教唆他去借什么高利贷 你们俩理应外合 不仅骗光了他的钱 还让他欠了一屁股债 牛逼啊 混蛋 人渣 现在有一个 小孩都能想到的思考方式 哪种伤害 是死者的真正死因 那就是 提出那种射杀手段的人 最有嫌疑 没明白 这份是 他的尸检报告 食物过敏 引起喉咙肿胀 休克之死 过敏源就是 黄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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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言 看这是你啊 果然罪毒妇人心啊 嘴喊捉嘴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 别人用其他的设杀手段 然后杀了人之后 就用其他手段加以掩饰 但是 现在又回到了 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的问题上 你们俩有两个共同联 一是 赵炳成的死 对你们俩没有好处 他死了 你们俩的联合账户 就冻结了 钱就取不出来了 还有你 你叫做他借高利贷 他死了 高利贷就会找你麻烦 对了 还有这个 看看 那晚聚会之后 你们没有回家 双尔玄 你没有交代家 你酒驾带着他 去承袭的桑拿会所 对不对 很好 待会儿啊 审问完 到治安部和行政部报个道 请吧 这蛋糕是你买的吧 你想单独跟他吃 不是晚饭前 是散伙后 对不对 赵炳成让你留下来 你顾及其他人的眼光 就先走再回 高明 高明 赵炳成打电话给武艺 确保他们都安全到家了 然后安心跟你死毁 然后你把他给堵死了 再按照那些射杀方式 去布置现场 我为什么要杀赵炳成 是之前我说过 他想找我和好 我呢也想重新开始 因为他导致你离了婚 他把你婚后出轨的事儿 告诉了你的前夫 你前夫恼羞成怒 就跟你离了婚 是 是 是我不想过了 我找赵炳成来 只是帮个忙而已 为什么要费尽周哲地杀了他呢 这份巨额保单上的受益人 写的是你 这样动机有了吧 看看吧 你怎么这么傻 你还不肯说真话呀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是杀人的 垃圾桶内的黄桃蛋糕的呕吐和包装 票据上显示是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电话号码 你并没有很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你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 看着 我承认 赵炳成 是我杀的 太好了 宋颜终于认罪了 向南 赶紧下九发报告 好 陈东旭 你在干什么 赶紧开门 好了好了 总队长你别生气 队长他自有安排 走吧 来 就我个人的原因 我还是很佩服你 佩服你那种独一无二的感情 我很感动 不过 有什么不过的 我已经认罪了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认罪吗 我不认 你什么意味 聚会之后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出行记录 聚会的前一天晚上 你没有回家 你去哪儿了 我去公司加班了 不 你撒谎 你在赵炳成家 你们俩旧情复燃 你怕别人知道 他又怎么样 我只是想继续报复 那又怎么样 是问一个对桃子过敏的人 怎么会干预你吃黄桃蛋糕呢 这又不是你圣沙食用的桃汁 因为我买的是慕斯蛋糕 黄桃夹在蛋糕当中 所以从外表是看不出的 慕斯蛋糕 生日聚会了 那为什么赵炳成 在聚会时只字为题 低调 太他妈低调了 两个人吃八寸的蛋糕吗 是啊 我本来是想给大家吃的 但是我中途改变计划 我决定堵死他 你们女人太难琢磨了 这么说你是临时有了杀心 是啊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那你为什么中途要出去呢 赵炳成家的文草 根本就没有坏 里面应该有那些食材 拿出来做就好了 因为我想吃同浩菜 他说他们家食材不够了 所以我下楼去买身边 买了烧纸和红绳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赵炳成会说 射杀人屁 还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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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三德 他会说那个什么 无鬼是魂大法吗 我 我觉得 还有还有那个 为什么要去除 胃和内脏呢 这在其他射杀方式里 动用结构 行了 你要变了什么事 我看你认罪 我是临时局 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那我帮你介绍一下 他叫于小龙 今年二十七岁 在荣立信贷公司 说白了就是个小购物 帮别人讨债的 在赵炳成尸体 被发现的第三点 他妈妈来这发布 居然几时 他的失踪时间 有四点 太巧了 这和我 有什么关系啊 这和你当然有关系 这和赵炳成有关系 因为那个尸体 不是赵炳成的 是于小龙的 三月三十五 你在赵炳成 你找谁啊 赵炳成人呢 他在厨房 你是哪位啊 关你屁事啊 问那么多干嘛 谁啊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呢 这很难吗 于小龙上门讨债 于小龙本来就不是什么擅长 事情我马上就能解决了 公司也能马上运转呢 你没有必要比他这么激包 赵老板 别激动啊 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来替公司问候你 你干嘛 别碰他 上周我已经跟你老板谈了 下个月我肯定能还上 你说我也是倒霉 你刚入职就遇到你这样的客户 我的业绩做不到 我是要被扣钱的 你说我的生日弄过得好吗 对你们应该用一些手段 然后你们争承 你傻不来是吧 幸福我可以报警 你报啊 是你请我进来的 吃你快蛋糕能死啊 你没有资格 是吧 于晓龙开始撒泼 逼赵炳城还钱 你再被我冲你 住手 与其的力气 我会一分不差的步骤 找回你该搬起来吧 据务实了你买来第二天生日聚会 用的黄桃蛋糕 可没想到的是 真正对黄桃过的者 是于晓龙 他吃完之后 还没来得及出门 就休口 好 你们手足无措也好 放任不管也罢了 最后 他死了 他死了 死 死了 你干嘛 报警 不能报警 他不是我们杀的 他 你已经麻烦够多了 今天是他明天还有谁 如果报警的话 你就彻底办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们 先把尸体处理 你们把它藏在冷柜 你之所以出去买菜 是因为不敢打开冷柜 怕别人发现里面的尸体 这个赵炳城啊 为了报复陈毛两个人 想了一个简单 又大胆怪异的 麻烦 就是在吃完晚饭之后 玩一个什么射杀游戏 射杀游戏 天哪 其实就是用别人的嘴 去伪造自己的死法 自己的死法 自己的死法 那个 那个武艺 武艺的 炖气机上 让你们用在 面部 为的就是防止 凝刃出来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董菊花 他的肠胃爆炸 有时间把肠胃给取了出来 因为那个假照里程 根本就没有吃当晚的东西 很容易查出来 高雅 高雅 那个那个那个 陈总 他的那个 陷阱杀人法 让你们用做 去除 衣物 为的就是 消灭表皮嘛 表皮都没有 哦 那个神棍 神棍叫什么呀 毛三 毛三德 他的那个杀人巫术 你们就把手给砍了 指纹就没了 指纹就没了 这是一次赌佛呀 赵比诚听过毛三德说的 有什么 灵鬼 是红杀人的 他觉得 这次毛三德还会说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你竟然用了过敏杀人 还扯出了黄桃的尸子 宋小姐 一高人胆大呀 其实你明白 只是包不住我啊 你就先挖了一个坑 等之后事情败露了 自己跳进去 医生自己 保全赵病长 疯了 你疯了吧 赵秉承已经死了 是我杀的 就是我杀的 我是为了掩盖罪行 所以把尸体给处理了 处理掉了 不过 警察抓住了 就在你家 他还拿着你给他的那个假护照 准备拿着这个高额的赔偿金 带了你去国外 你们真是相爱 蛋糕是我买的 人是我杀的 跟赵秉承没关系的 是我杀的 忘了告诉你 其实我比那个毛三德还更神 我也会算 我算了一下 赵秉承应该已经到这儿了 对 到这儿了 对 到这儿了 你吃吗 你吃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长 你干嘛呢 其实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自己的鼻子 是吗 我现在也能看得到了 那是因为你刻意地去看的 离你越近的东西 你就越不会在意它的存在 这是人类的惯性思维 这都什么跟什么嘛 队长 你说赵秉承跟宋妍也真的是够狠的 当时不去自首 还做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 想想都是够瘆人的 有时候爱情的力量 会让人丧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麻痹他们所有的感官 丧失最勇敢 朱利亚与罗密欧还殉情呢 对不对 死都不怕 朱里和世界还怕什么呢 你不能只颂扬爱情的伟大 而忽略它的灵暗面 队长 想不到你还 没 什么 没 没什么 队长 你说 那个被砍掉的手 去哪儿了 你以为他们吃的涮羊肉是什么呀 涮羊肉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查过了 你是上好的草原羊肉 队长你 又耍我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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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你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